我们说了这个子孙后代的重要性 那你走了连给你上坟的人都没有 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马上投胎 那有的要几事和经历才行 有的最大恶极的 你压根也没有这个机会 直接打入十八十九层了 所以说呢就是人走了以后啊 他也会互相之间 即使阴阳两个也会有前扯 那几千年的东西不是你看不到就没有了 这几十年人思想都混乱了 什么都不懂了 不懂道不懂天 那我们以此又引到 说男孩的重要性 一个家族 如果你没有后人 其实女性啊 嫁出去以后就随人家的性了 孩子就随人家性了 那当然这个时代小家庭 有的就男女之间还互相的来往多一点 跟娘家婆家都可以 甚至女子到了晚年尽孝 更贴心小妙 更细致周到一些 所以那就认为 女的地位高 那当然了这个离火运时代来临之后啊 中年女性 整体上的契约一定会 再高三丈 但是从根本的这个阴阳角度来讲 为什么重男轻女 那农村 反正不管为什么不为什么 他都注重男孩 那现在呢 好像觉得生男孩一定要准备房啊 车啊 财力啊 即使有些地方 鼓励 不收财力 但这个东西不可能 录制到法律 因为几千年的传统 你就是有 说不让烧日 他照样偷着手 你管不了的 一方面是内心 的一种情怀 抒发 二一个是千年的传统 一流 不可能 说没就没 你网络再怎么祭祀 没用 当然了 你说有没有用 他心念 互通 也是一种 沟通 但是比不上 清零现场 那你 面对面的时候 那种感情啊 几十年来的 又游然而生 何况他有互相真正的 磁场能量所在 这种牵扯 那我们说了 前面如是道 这个女性 甚至天上的 好像都是地位 微微一些 那现在女性的整体地位是非常高的 那太高了好不好 那物质 阴性的一多 那人就腐化了 堕落了 现在人哪有什么家国情怀 那跟这个也有一定的关系 那除此呢 我们说 不管随谁的信 不管传谁的基因 那五百年前不都是一家吗 都是从大槐树 走西口 都是怎么样 那远古皇帝 都是一个老祖宗 你怎么说都行 但是 他现实当中 即使你随了一个信 那有的亲情 远亲不如近邻 不是兄弟 生死兄弟 拜把子兄弟 可能比真正的兄弟 给你帮忙还多 又怎么说呢 你一个家族 真正的族长 像古代那种 几十通道 这个大的家族来说 那 他会管你 下面 只要出了问题 就会管 现在亲的 也不管 算什么一个家